大家好 少哥 很多兄弟在我们这边拿着s21优回去 这个亲密性太低了 这么正常 安心买了这个机器呢 是拆过有问题的 今天话 我们就拿这个s2有这个亲密性 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啊 这个亲密性到底这么正常 今天刚好 我们一共到货的有七台这个国行的s2 目前s2这个 目前是哪拿货的话 只要是 比较高的 包括最近的话买这个二优的也比较多 然后有些兄弟说的手机都说这个亲密性有点低 担心拆过的不是原装 今天话我们就一一给大家测一下这个亲密性 因为s21系列的他这个亲密性的话都不怎么高 我们一一给大家试一下 不会测亲密的 也看过来啊 看下怎么测 新井零新井 然后点到s1n这里开头 然后这里 这个1005这里用力按压屏幕 用力按压 你看这个这个7的话 也是只有差不多五个点这样五个点的亲密 而且我这个是很用力呀 忍用力按压了 然后我们再拿一台 再来一台试给大家看 1007 这个数值可能稍微有一些变化 像这个的话 招1005差不多1006 这个是1007 他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这个很正常 我们看那个亲密的话 也是五个点这样 到1012 然后我们再拿一台 1007 这个1007 用力按压 这个也是也是五个点左右 我们再拿一台给大家试 1008 这个试出来 也是五个点这样 所以他这个亲密信 大家可以通过几台 我们一共都试了三台给大家看了 21系列的亲密信 他本身就只有四五个点的亲密 我是很用力 才有按压 才有几个点的亲密 很多兄弟的话 不敢用力按都把把这个屏幕按坏了 或者有些的话并不专业 所以测出来亲密信 可能就只有两三个点 像我们这一台的话是今年二月份才激活的 这个机肯定是原装防水的 但是为什么亲密信低 因为他原装的机子就是只有几个点的亲密信 这个不是说拆过了 因为21系列的话 亲密信都是只有五个点左右 再看一下一台极品呢 这个是s21 结果将来一个月左右 这个是一台2118的 这个的话肯定就不是原装的吗 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机子 这个你都说是放心了 那我就没话说了 我们试下亲密信给大家看1005 用力按压 他这个21的话 这个亲密信都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也差不多也是五个点左右 我们看一下 假如你不会测这个亲密信 又老是觉得这手机有问题 那么三星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检测 上一手一只要拆开过 他肯定就不防水 像你这种直接丢到水里面 假如他进水了 那这手机肯定就是放心了 然后我们再试一台 直接丢水里面 直接丢水里面 假如他这个是拆开过的 那肯定就不防水了 所以上一手机的辨别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 还是疑神疑鬼的 那这就没办法了